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欧洲的震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这位阿申的啤好像又不太好,亏了很多钱 好,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天说这位阿勒书阿申的啤 阿勒书阿申迪加 他就要回到欧洲 大麻烦了,是什么事呢? 他本来是奥地利人,大家都知道 给他轮角的海关查 而且就说他走私 不是吧,这个过亿身家的荷里胡超级巨星要走私? 其实应该不是走私 不过他有些事就疏忽了 疏忽了,他也是当你走私 看回原来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说 阿勒书华申迪加 原来他就在德国茂尼克机场被人扣留 什么事呢? 原来他在奥地利的一个晚宴上 就是卖出了为他的一个慈善机构 叫做阿勒书申迪加 气候倡计组织筹了27万欧罗 差不多30万美金 好了,这次活动总共筹了多少钱呢? 刚才我们说过手标的30万美金也挺厉害的 原价当然不太贵 但他用过的东西当然有上一价值了 这个肯定是明星效应了 原来这次活动筹了131万欧罗 美国气候特斯克里和很多气候变化的活动人士都参加了 而且活动当中拍卖的东西当然是阿勒书申迪加一些很独特的东西 有些不是他的 有些艺术品和独特的珠宝 阿勒书申迪加在蔓延上说 我向每一个和我一起奋战于对抗环境污染的人表示感谢 那没问题 但阿勒书申迪加原来就是被人说他走私 没有申报而已 但这件事也是疏忽的 杀得我 以为他是感情上的走私 不是 之前不是说他也有感情缺失吗? 有你? 不过七十多岁也有心有力的 依然他以为都很健碩 感情缺失更加令到他有官司后来就庭外和解了 没有记错的 有你? 游礼? 好像是清洁工 清洁工是非裔人士 还说他有个弟弟哥 有些媒体这么说 原来这位 海关方面 这位前加州州长 是超级明星 他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没有申报 这个这么贵重的手标 所以在莫尼克机场被德国海关扣留 其实这个莫尼克主要的海关办公室 那些人员也说 出生在奥地利的阿洛书华森尼加 他最终能够继续去旅程 当然大家都说德文 阿洛书华森尼加是德文 这个阿洛书华森尼加最初是什么? 是选美冠军 后来进入了荷里活 担任了两届加州州长 他可能面临税务刑事的诉讼 为什么要拦他呢? 原来根据他们当地法律 这些好像他们这样 到当地的时候 一定要申报奢侈品 豪华手标那些包括 根据阿洛书华森尼加 对他对阿洛来说 不是很豪华而已 30万美金而已 当然把他拍买了 海关发言人说 这款手标是进口货 如果货物留在欧盟 原来他卖了出去 他拍买 留在欧盟必须通过海关申报 他更加适用每一个人 明星都一样的 我觉得他不是用微星架纸 他真的不知道 或者不记得 他出行的也有一个随行的助理 是什么的 是吗? 自己搞而已 他好像自己搞得到一些 这样就 那里是我的乡下来的 我懂得说德文派是什么? 你乡下没有理由不知规矩的 他乡下是奥地利 但是他经过德国去 原来他也说 已经交了罚款 这个税款 他们一直配合 虽然这次是不 其实他也有点怨气 就是一次不对称的调查 不称职的调查 就是说 可能那些人就对他不太好 完全是一部充满错误的喜剧 但是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警匪片 他也说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德国在重组经济 现在德国叫什么? 欧洲病夫 令他更加环保 当然他把这些钱捐出来 也投入对人民财产征收税项 一样这么多的精力 就是说你查我这么厉害 其他人有没有认真查 有没有搞好经济 这件事他可能会被捉回 经济部长哈佩克 阿洛书·阿森利加 在缴交罚款期间 也有一些小插曲 他原本以信用卡去交钱 但是 部机拆不了卡 挺好事 失灵 导致过不了数 那后来 你是不是玩事 那应该就不是玩事 他对于真心说 就算百多万欧罗 对他来说 也不是一个大数目 说真的 没理由身上有这么多现金 当然是六咳 有这么多现金 可能你有查多他 又是没有申报 又是没有申报 又是失灵 又是失灵 是的 这个关元陪同他前往贵元机 但是贵元机肯定有提款限额 银行也关门了 关元就无计可施 直到找到一部后备信用卡 六咳机才是可以缴款给他进去的 其实他给的钱又不是很多 总共是收他三万五千元欧罗 其中包括四千元的税款 五千元的罚款 和其他手组罚的罚款 目前不知道阿洛书亚世家 是不是面临着额外的后果 应该就不 应该就不 因为他和贵元 贵元就搞定了 贵元是否特别大 又不是很大 另外他的发言人也向《华盛顿邮报》 说是在律师处理中 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该做的事都做了 是的 事实上是的 这是事实上是的 你可以怎样 他又未到达到什么东西洗颜色钱 那又不是 如果你说他洗颜色钱 又好像齐他生猪 那他真的不记得 我相信就是 我相信是不记得 那就没办法 不记得也是受罚的 不记得也不能成为一个藉口 是吧 那说回阿洛书亚森尼加 当然是 大家知道他 这个是荷里活超级巨星 亦都做过加州州长 那他的电影呢 随便说几部也有很多 什么宇宙威龙 真实谎言 那些不用说了 未来战事 是的 没错 没错 《独厂龙潭》 你记得有没有看过 很久了 不过这个 更加不用说 未来战事 这个当然 你知道他这个造型 应该是不漏的 好像有些地方叫终结者 你也没有记错 好像是 台湾地区就叫魔鬼终结者 好像是 台湾地区就叫什么终结者 没有记错 他出了这个翻译名之后 以后所有有关于阿洛舒华的影片 全部都加了魔鬼 魔鬼文物 至于另外一个 Bruce Willis 因为他有一套叫做 终极警探 即是戴客 出了那套很迷得 以后所有有他的电影 全部都有终极的字 是的 其实他做了两任加州州长 都还算OK 四任之后 他就回归演艺界 但是也没有完全远离政坦 不过这几年 其实他是大力投入 这个气候变化的运动当中 都是个非常好的人 当然他也是非常好的人 说真的 阿洛舒华森力加 一个小插局 但是也不能够磨别他 对气候变化的帮助 其实阿洛舒华森力加的组赏 可能是来自这个 有种穿衣方法 就用这个名字 就是波希美牙 他就是出生在奥地利的 一个叫做塔尔的地方 曾经受洗的 他的父亲就是地方的 总警监 当然后来他如何入行 就是因为他这么厉害的身体 他年轻 不是,现在也很健碩 不但很健碩 现在也很健碩 现在也很健碩 他1968年移居美国 之后继续参加健身比赛 亦被称为宇宙先生 世界先生 奥林帕克先生 等等的荣誉 他的荣誉 当然很多是来自健身 之后 原来每一届的亚洛竞赛都是有的 即是用他的名字 去做一个健身的奖 这个也很正常 很正常 当然现在他都是做 最记得当时他还帮忙补路 那些东西 其实都 你说他是不是扮演 我觉得都不是 我觉得都不是 也都没有需要 而且说真的 到他这个名气 他需要扮演去吸眼球 不需要 后来他就是重返萤幕 15年的时候 他也受邀扮成军官的模样 是担任手机游戏的一个代言 16年他就是担任三星堆文化 他说全球宣传大事 三星堆是指中国的 四川那个 其实他对中国也算是挺有情意的 说真的也是挺有情人的 当然现在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做一些公益事业 其他东西 你说钱的话 应该也不少了 这是事实 之前也有些比较争议事件 比如又是什么秘密情人 有些说什么眼上工 但后来都搞定了 后来都搞定了 其实他有件事也被人笑过 就是奥地利德文的口音很重 很厉害 他可以在荷里活成功 也有人觉得很奇迹 跟史泰伦一样 如果对白的口音那么重 他们听不到你说什么 很难成名 但他们两个是两个很例外的人物 因为他不是靠口音 所以你看他在未来战事里 都很少对白 纯粹靠动作 没错 是扮演机器人 没什么需要好感情的 像电音这样的东西 其实有些什么电音 整成了一些电声 像耳机器人的声音 对他来说容易 可能就好些了 害死他那帆 没错 也以他独特的奥地利德文的口音 而见称 独特的奥地利德文 也算是挺老实的 其实他在政治上有很多分数 最搞笑的是2007年 美国动画的新普森家族 The Simpsons 当中令美国总统的角色 原来用一个浓厚的德文口音 原来在这里笑一下阿洛书亚森一家 怎样也好 说真的 他虽然是奥地利人 但是更多 就觉得他比美国还比较重 虽然他的口音不是很特别美国 但是现在也挺好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比较好很多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